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巧合的是 灵力与林峰都是单身 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从朋友发展为男女朋友 林峰是灵力的初恋 他曾经半开玩笑对她说 我是何其幸运可以成为你的初恋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不安实实的灵力相信男朋友说的每一个字 他坚定他们的爱情真的可以开花结果 修成正果 傻傻的灵力 甚至连以后生几个孩子 孩子叫什么名字都想好了 初恋中的女人 大多会抱着如此天真 纯洁的想法吧 以为一生一世只爱一个人的童话 真的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 而眼前那个男人 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真命天子 研究生毕业之后 在林峰的一再要求下 他们同居了 关于同居的事情 其实灵力并没有想好 她属于那种有些传统的女人 认为亲热的行为应该留在结婚以后 林峰说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的思想也太古把了吧 如果你不愿意和我同居的话 我只能认为你并没有那么爱我 以后也没有打算要嫁给我 灵力心想 反正她也没打算嫁给别人 既然林峰想要同居 不如就顺从她的想法吧 以免两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有什么不愉快 就这样 灵力和林峰开始了他们的同居生活 对于灵力来说 相当于开启了属于他们的婚姻生活 尽管在此之前 灵力已经打算为林峰生儿育女了 但那都是结婚以后的事 同居三个月以后 灵力惊讶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她感觉有些恐慌 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灵峰知道以后 反而轻描淡写地说 既然怀孕了 那咱俩就结婚吧 灵峰的话 给灵力吃了一颗最大的定心碗 她终于放心了 因为男友说了娶她的话 而不是让她把孩子打掉 女人以为的真爱 男人的趁活大姐 灵力跟父母说 准备结婚的时候 父母都同意 他们认为灵力的年龄也不小了 是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未来女婿虽然没见过 可是灵力在他们面前提过很多次 他们相信女儿的眼光一定错不了 灵力没有告诉父母 自己怀孕的事情 毕竟这件事并不光彩 她担心父母接受不了 灵力带灵峰回家见父母之后 父母对灵峰还是挺满意的 没过多久 双方父母就见面了 灵力的父亲对亲家说 婚房大小 我们没什么要求 新房或是二手房都可以 彩礼就按当地的习俗 十万就行 只要两个孩子真心相爱 这些事都没有必要和其他人攀比 灵力的父亲认为 自己已经很好说话了 没想到 灵峰的母亲却说 亲家 我家条件不好 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买不起 彩礼嘛 我们勉强能够拿得出两万 再多 真的是无能为力了 母亲的话让灵峰猛了 她知道父母 早就为她准备好婚房了 彩礼还准备了二十万 她不明白 母亲为什么要这样说 灵峰看着灵力的时候 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那天 双方父母不欢而散 晚上回到家 灵峰问母亲 为什么如此说 母亲答道 傻儿子 她肚子都大了 比咱着急 咱们不给婚房 没准娘家还能陪嫁一套 咱们不给彩礼 没准娘家还能有点嫁妆 算下来 这可不是一笔小树木呢 灵峰明白了母亲打得如意算盘 可是 她确实不知道如何向灵力交代 那段时间 灵峰和灵力 每次提起婚房和彩礼的事 都会吵架 灵力没办法 只能告诉父母 她怀孕的事情 父母自然是非常生气的 但是事已至此 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于是 灵力的父母答应了亲家 没有婚房 以及两万彩礼的事情 因为不想女儿受委屈 他们为女儿买了婚房 赔价二十万 灵力感觉自己 特别对不起父母 如果不是她怀孕的话 相信事情 也不会演变成今天的状态 灵力有些后悔了 她发现怀孕 是一件太草率的事情了 让她和她的家人 在婚姻的事情上 彻底失去了主动权 女人以为的顺理成章 男人的得寸进尺 一切明明已经说好了 灵力开始筹备 他们的婚礼了 然而 婆婆答应的两万彩礼 却迟迟没有动静 直到婆婆对灵力说 儿媳呀 家里现在拿不出两万块 要不婚礼延期吧 这一次 灵力欲哭无泪 婆婆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 她就是想要空手套白狼 一分钱不还 就把儿媳妇娶回家 而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自己怀孕了 灵力问林峰是什么想法 林峰和母亲的想法一致 我妈说现在家里没钱 婚礼只能延期 我也没办法 要不 那两万彩礼你就别要了 你和我还计较那点钱吗 灵力确实不在乎两万块 她在乎的是男友及婆婆 对自己的态度 如果现在就不把她当回事的话 以后嫁过去也没有好日子 灵力与父母商量之后 他们决定不结婚了 父母把灵力的东西 从同居的房里搬出来 然后带灵力去医院 做了人流手术 灵力在手术台上哭了 林峰家是农村的 所有人都说林峰是凤凰男 不值得嫁 只有灵力不相信 现在她终于明白 为什么人人都说 好女不嫁凤凰男了 灵力搬走之后 林峰一直没有找过她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 林峰再次拨通灵力的电话 灵力说 孩子有心爹了 再见 虽然这是一个谎言 但是灵力能想到 最快摆脱林峰的方式了 灵力把林峰的手机号码 蓝黑删除了 这辈子 她再也不想见到她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书名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在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